打亚军的思路是什么 你说我跟小姨打的那场 那你首先想啊 人家肯定配置高啊 人身体配置肯定高啊 但我跟他比我有优势是什么 我感觉我自己球更老辣一些 经验可能更多一些 我先分析一下 那咱们就扬长避短 对吧 发小球开局 先把节奏拖慢 防止他加速 他加快了 我跟不上怎么办 我手上就得一直做动作 你们说哎 刘教练你打就花活真多 你就不能直接打吗 我直接打被他抢了怎么办 我直接打了那个节奏就变快了 知道吗 节奏变快了就 那就在快节奏里打了 我已经觉得节奏很快了 我再不做这些停顿 节奏更快 我跟不上怎么办 对吧 肯定不能跟他打这个呀 然后呢 我就必须得 哎 有这些活 有这些停顿 把节奏放缓 还穿插着 控他的正手 因为一般人的正手呢 威胁都小一些 然后呢 我一直能控住他之后 就会怎么样 就会陷入多拍 等陷入多拍之后 我会发现 哎呀 体力不如人家 然后嘴屁 懂吧 哈哈 无解 因为没有体力支撑 就无解 你要知道什么叫在意运动员 我相信今天这边的小伙伴们 抖音的没有看到 那边的小伙伴们已经看到了 就对抗起来其实还挺精彩的 但是一旦你看持续十几个回合 到二十拍的时候 我体力就不行了 而且刚开始的话 得分还是比较顺利的 越到后面没劲越慢 越没越慢越不行 我感觉我打的已经 没什么问题了 除了没劲的